新华社新德里,1月25日电,记者赵旭,印度空间研究组织25日宣布,在刚刚完成的一次发射任务中,首次使用火箭第四级将卫星送入轨道。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说,当地时间24日23时37分,北京时间25日27分,一枚极地卫星运载火箭从位于一东南部的斯里赫里哥达岛萨第十达万航天中心升空。 约13分钟后,首先将一颗卫星送入距离地球274公里的预定轨道,随后火箭第四级启动。 在发射约100分钟后,将另一颗卫星送入距离地球453公里的轨道。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主席希望,在发射成功后表示,这是印度首次使用火箭第四级部署卫星。 这种技术有助印度,在未来开展更多的太空实验。 目前,许多火箭都只有三级,有四级的火箭较少,因为多亿级通常意味着火箭在组装、发射等方面更复杂。 环球网报道时习记者任劫,俄罗斯海军总司令科罗料夫,25日称,美国正在俄罗斯边境海域部署高精度无核武器战略系统。 俄塔社12月26日报道了这则消息。 根据科罗料夫的说法,俄罗斯海军舰队将于2019年重返世界海洋。 科罗料夫称,美国和北约国家在俄边境进行作战和演习活动强度急剧增加,正准备在俄边境海域部署海军反导弹防御系统、高精度无核武器战略系统及军事基础设施。 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海军舰队将于2019年重返世界海洋。 科罗料夫强调,2019年,俄罗斯海军舰队在海洋中的数量,可排除任何海洋方面的威胁。 目前,科罗料夫表示,俄海军舰队有近100艘战舰和各级别军舰在海上执行任务。 3月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会议发表国情资文时表示,美国在俄边境附近,部署了5艘巡洋舰和30艘驻逐舰。 这些军舰军装备有反导系统。 该反导系统还包括海基组成部分。 据俄方所知,海基部分有5艘巡洋舰和30艘驻逐舰。 部署在俄边境地区。 At Sevilla Debt Post,7,531,医疗队向边防官兵赠送药品和消毒卫生物资。 陈凯社 新华社哈尔滨,1月10日电,陈凯,马亮,田国庆,辗转形成8昼夜。 接诊一线边防武警官兵迁余人。 赠送药品和卫生消毒物资价值数万元。 健康知识视频受贺同步覆盖数千官兵。 连日来,连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寻诊医疗队,从哈尔滨奔赴千里之外,位于北纬50度的黑龙江。 省北部边防一线展开寻诊。 医疗队专家进搬入排为战士检查身体。 田国庆社 寻诊中,医疗队为数百名官兵,进行了疼痛。 呼吸、消化、普外、心理、皮肤等方面的诊疗。 同时向官兵传授相关疾病的知识和预防措施。 在某边防旅,医院专家为现场150余名官兵,做健康辅导。 并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向其他官兵同步讲授。 入伍24年的某部汽车,修理联益及军事长石铁斌。 患有胃病和肝囊肿。 医疗队几名专家,分别对他进行了诊断。 并提出进一步治疗方案。 在某执勤点,医疗队员顶峰冒雪,为执勤战士送一送药。 这个医院院长于金昌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组织,对边防一线的行诊活动。 为官兵健康保驾护航。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27日报道。 据土耳其外交部的消息人士,27日向卫星通讯社透露。 土耳其外长查伍什奥卢,向俄罗斯驻安卡拉大使叶尔霍夫表示。 安卡拉不会向美国提供研究额F400防空导弹系统的机会。 查伍什奥卢本人26日增发推文称,自己会见了叶尔霍夫,但没有透露会谈细节。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官,也没有披露会谈细节。 这名消息人士称,外长向俄大使保证,没有谈过土耳其向美国提供研究F400的机会的事情。 2017年12月,土耳其和俄罗斯签署了有关防空导弹系统F400的贷款协议。 安卡拉将支付交易部分数额,其余部分由俄罗斯提供的国防贷款抵扣。 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总经理谢梅佐夫表示,俄方将向土耳其供应四个营的F400防空导弹系统。 合同总金额25亿美元。 俄副总理鲍里索夫称,根据合同,主要供货完成后土方,还拥有期权。 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此前表示,供货将于2019年10月开始。 美国国会早前表示,由于土耳其准备购买俄罗斯的F400防空导弹系统, 拟暂停向土耳其供应F-35战斗机。 美国参议员对国防预算进行了修正。 根据该修正案,国防部长应制定一份评估向土耳其供应战机的潜在重大变化报告。 土耳其外交部长恰伍时奥鲁则表示,安卡拉认为F-35的交付,不存在任何问题。 原标题,70岁的北约尚能犯否? 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迎来了成立70周年纪念日。 4月3日至4日,北约组织各国外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北约当前面临的诸多新课题。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于当地时间2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当前,围绕军费分担,反恐协作,美欧贸易谈判,及美国多次退约等问题。 北约内部矛盾重重,呈现离心倾向。 国际舆论普遍关注,70岁的北约,将呈现给世界一个怎样的形象。 频繁刷存在感,庆祝活动降级。 美国时代杂志网站分析认为, 与成立50周年、60周年时的首脑会议相比。 今年降格为外长会议,反映了美国政府对该联盟的持续怀疑。 这是北约地位下降的标志,与庆祝活动的低调风格不同。 一段时间来,北约在东欧平刷存在感,当地时间4月1日。 北约军舰分别抵达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和格鲁吉亚黑海港口波济。 乌克兰国防部发布通报说, 北约军舰将在访问结束后, 同乌、格两国海军在黑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格边防局发表声明称, 北约军舰的这次来访充分表明, 北约对格鲁吉亚的安全承诺。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3日报道,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哈齐森表示, 北约有意通过一系列黑海措施, 包括更密集的空中侦察, 和加大北约舰艇在此海域的航行, 并保证乌克兰舰艇, 能够安全通过克式海峡,4月1日。 斯托尔滕贝格宣布, 北约成员国将拨款2, 6亿美元为美国军队在波兰境内, 建设军事基础设施。 并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 北约多国部队北方司令部, 上月8日, 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郊区的 阿拔日军事基地举行接牌仪式。 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帕布里克斯表示, 这是北约首次在波罗的海地区设立司令部, 将有助于强化波罗的海三国, 乃至北约所有成员国的集体安全。 当北约核心的互助理论, 引发成员质疑和担忧时, 其加强在东欧和黑海地区安全的举措广受欢迎。 美国时代杂志网站分析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受乌克兰局势及美俄关系趋紧的影响, 北约在黑海及波罗的海相关国家和地区的 军事活动有所提升。 事实上, 自冷战结束以来, 北约东扩的步伐没有停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